新闻石板桥出现了一名行为非常怪异的男子 因为他在大半夜的跑到公寓楼梯间 不断翻找住户在鞋柜里头的鞋子 但是他不是要偷鞋 而是把别人的鞋子一双又一双的拿起来纹 而且看起来似乎很陶醉的样子 虽然这样的行为住户没有受到损失财物 但是大家看了都很担心安全会不会有问题呢 律师表示怪僻男子这样的行为 其实已经违法了 构成侵入住宅罪 一名男子出现在公寓楼梯间 探头探脑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接下来打开鞋柜拿出鞋子就开始闻 只见他各种鞋款不管男用女用 通通都拿起来仔细吸闻 怪异的行为让住户看傻眼 怎么也没想到放在家门口的鞋子 竟然会被拿去闻 第一次看到这个情形 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情形 那是耳心那可能就是好像闻在看 不知道就穿了 不知道当然是不敢穿 男子出目的地点就在新北市板桥 板新捷运站附近公寓 但当地住户没一个认识他 研判他是外来人士 这名男子完全不怕鞋子脏臭 似乎还对女用靴子特别喜爱 好几度拿起靴子翻开蒙纹 再放回鞋柜 翻了一架鞋柜还不够 继续往楼上寻找目标 本身这个一楼的门禁管制 是不是一个公开开放式的 那如果他是需要钥匙进出 或需要门禁卡进出 没有得到允许擅自进入 会构成侵入住宅罪 尽管目前没有住户向警方报案提告 但男子无故侵入住宅 已经让当地住户人心惶惶 就怕男子的墓地不止闻鞋子 现在大家只能加强门户安全 留意住家是不是有陌生人士进出 记者欢迎杨文豪 新北市报道